风气非常好 我特别喜欢那个天气 那个天气的干燥 这跟香港很不讲 因为明天我们比晚餐 就下午我们就走了 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的 所以过来楼练了 综艺晚会的节目形式多样 有大家喜欢的爱尔兰踢踏舞 还有杂戏 舞蹈 相声 契乐表演等 这些从全国各地精选出的 优秀演出团队 有的曾在奥运村演出过 演出每晚七点开始 有时中间还会穿插互动活动 获奖运动员可以领走 独具特色的山东大壁 这种音乐让我感觉 还有节奏感 所以就没有想过 比赛的时机 所以就比较放松 现在这些尾声 差不多该结束都结束了 看完了运动员的业余生活 我们再来看代号为西部09的 兰州军区联合战役石兵演习 昨天他们完成了全部的课程 这次演习涉及陆空两个军种 战区所有兵种 五十多种装备 近万人餐饮 是我军组织的一次 从理论学习研讨交流 到编组作业 石兵对抗的全过程综合演习 演习中 从全军院校和科研院所 邀请了信息作战专家 参加演习裁学和现场解析 增强了演习的观摩效果 通过联合战役 军团战役筹创 联合信息作战 石兵对抗和联合反击作战演习 战役与战术紧密前接 深化了对信息化条件下 联合作战组织实施问题的 研究探讨 通过石兵演习 实际检验论证了联合信息作战 和联合反击作战的战役指导 兵力运用 基本战法等成果的可行性 针对复杂电磁环境 作战对抗性 联合性和全程性的 基本特点和本质属性 摸索了组织实施 联合信息作战 石兵对抗训练的方法路子 对出现的问题 研究了解决方法 为落实战役训练纲目和新大纲 关于对抗训练的规定 提供实践经验 完成了演习预定任务 好 更多的消息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快报 财政部和中央汇京公司 所持有的工商银行 2360亿股限售股 于今天解禁 至此工行实现A股全流通 流通市值超过中国石化 而成为A股第一 按国际标准 每10万人中 百岁老人超过7人 就可称为长寿地区 最新统计显示 海南每10万人中 有百岁老人11人 是名副其实的长寿岛 按照国际贸易公约 昨天2880多张 藏林羊皮被公开烧毁 这是科克西里管理局 第三次销毁 在打击倒立活动中 收缴的藏林羊皮 也是销毁章数最多的一次 随着应急治理工程的 顺利进行 敦煌月牙泉的水位 已由2007年的平均水深 1.1米左右 回升 去小布鲜河人 Pet苗 给小布鲜河人 感谢观看